由成台三十几位重量级的旅游业者 组成花东EasyGo旅游联盟首发名枪 与深耕花莲有机香草文创酒店音乐迁徙 联合主办花莲彩县烤茶团 发掘花莲有机大县观光文化 亚洲独一无二的有机香草 七感疗愈度假体验 发现台湾后花园 这边的香草就是在我们现在喝的茶里面 现彩来现泡的 这也是在我们茶房 在这里感受一个不一样的 很release的一个所谓泡茶的空间 而这个茶呢 手上每一个喝这口茶 等下喝完你们都会觉得很舒服 这里面要特别介绍的 是特制的这个配方 它里头有一个很棒的 大家一定要喝的 就是这个白米香 这个白米香就是我们现在疫情阶段 很重要的支气管系统 肺库系统的清道物 所以你喝了以后 它就是一个清道物的工作 帮你做杀菌排毒 在菌打集团董事长隐纯丑的精心解说之下 在新冠肺炎之际 香草植物可以说是做好身体防护的功能 而一千多种有机香草植物都是来自央月千兮酒店所栽种出来的 银村所同时也向彩仙团介绍央月千兮酒店的企业里面 以感恩的心提供游客优质不一样的旅居体验 满足高端课程在国内能够体验世界唯一的养生 健康香草气感疗愈的住房体验 我要在转型的时候 我要卖什么 我们从开始规划就在 不断的在思考我要卖什么 我在卖价格还是在卖价值 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高端的老板 我相信你们在卖的都是价值 假如今天是卖价格 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 我们就不会去探讨说 怎么样把我们的台湾的观光产产业 跟这样的度假模式做一个转变 有全台湾三十几位中量级的旅游业者 所组成的花洞一字构 旅游联盟首次名枪 与上康花林有机香草 文创酒店的江业千兮酒店 联合主办花林彩线团的考察团 挖掘花林有机大线观光休闲化 休闲观光化的产业特色 推出崭新亮点的深度体验 以及旅程规划 让宅在假日许久的民众 不用出国国内就能够体验到 国际级的水准 假如说独一无二的有机香草 气感疗愈的度假体验 发现台湾后花园 花林风格独具特色的 香草生态特色旅程 而这次央游千兮酒店 与花洞Easygo旅游联盟 彩线团考察团合作 除了共同讨论如何 透过特色旅程的规划 振兴国旅 也提供游客优质 不一样的旅居体验 记得继续 今天下回到